27岁的Justin Shah 沙洪恩目前是Fremont一间软件公司的高管 并担任过社区组织义工以及非牟利机构的董事 他希望当选市长后能改变Fremont的现况 尤其是治安问题 沙洪恩认为Fremont警方预算的最大问题就是浪费在处理游民问题 此外他希望警方能公开更多罪案数据 详细列出受害者的足以比例 例如Fremont华裔经常成为盗窃或抢劫案的受害者 至于房屋问题 Fremont市在过去四年共新建了约4000个新公益单位 沙洪恩并不认同现在的发展趋势 尤其是大规模新建上百万的豪华公寓 他希望新房屋发展应该在公共交通枢纽旁边 并有社区参与 而非只满足大企业和发展商的要求 针对疫情以及重启经济 他认为Fremont的Tesla车厂不顾县府卫生条例 率先重开就是一个错误示范 造成有工人开工后感染新冠病毒 他认为应多一些与疫情相关的社区外展工作 例如给各行各业一个清晰及安全的重启时间表 这个城市其实给了很多商人 包括餐厅的重启 这帮助了很多疯狂 我希望更加这种交通通统统统 另外他也希望增加市府透明度 会减少官僚程序和隐藏费用 让更多商业有机会了解Fremont 并到该市发展 沙洪恩的母亲是孔子 第75代子孙孔祥敏 外公是孔福农 原名孔繁殖 早年担任过中华民国教育部 正丰处处长 并且是孔子的生平 及其教育思想艺术作者 因此家里非常重视教育 沙洪恩毕业于加州大学 Histings法学院 目前也在Olon社区学院 兼职教师工作 教授商业法 此次Fremont市长选举 共有六人参选 当中包括两名华裔 除了沙洪恩 扎斯汀沙之外 还有竞选连任的 现任华裔市长高许佳 Lili May 其他四位候选人分别是 Vick Singh Chris Hampton Naz Khan Merlin Santilli 26代记者梁秋玉 在Fremont的采访报道